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克棠 我是修康 本来我们致力于分享麦克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如果投票让大家选一个Mojave系统最大的亮点 我想很多人都会把票投给深色模式 在夜晚开启这个功能后 程序的界面会披上黑色的外衣 不仅能让你的电脑看起来更酷 还可以最大限度的在弱光环境下保护你的眼睛 缓解视觉疲劳 因为这个功能很受大家欢迎 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应用也都支持深色模式了 不过这个功能我认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每次开启都需要手动点击 要点系统配合设置 要点通用 然后再点深色 经常是在夜里眼睛都已经变得不舒服了 才想起来有这个深色模式可以用 我不止一次的抱怨过 系统如果有一个自动开启深色模式的功能就好了 远在德国的一个开发者可能听到了我们这些用户的心声 开发出了一款特别适合大众使用的菜单栏插件 毛头鹰 安装好以后这个毛头鹰就常驻在我们的菜单栏了 点击它会弹出一个界面 再点击light或者dark 就能快速的在两种模式中进行切换 我知道有些朋友心里会想 这也没方便多少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分享给你一个快捷操作 右键点击这个猫头鹰 就能迅速的在两种模式中切换了 甚至你还可以使用快捷键来完成这个操作 每次切换的时候都会发出猫头鹰咕咕的叫声 听起来很有灵性 现在这样使用已经比系统摸刃的方法要方便多了 不过它可不仅仅只有这点本事 勾选这个日出日落 电脑就能根据日出日落的时间 自动帮你切换到亮色或者深色模式 我现在就一直用的是这个功能非常省心 如果你用电脑的光线环境和日出日落不同步 还可以在下面这个菜单栏自定义变换的时间 它还可以指定某些APP在深色模式中保持亮色的功能 一旦软件被强制开启亮色 那么在一堆APP中它会变得更加醒目 方便你快速找到它 特别适合那些白天也想开启深色模式的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这款软件完全免费 大家可以在它的官网下载 具体的网址我会放到视频描述区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为我点个赞 谢谢